大家好,我是玉小熊 一年前的今天,我踏上了魔旅的真诚 开始了一段充满挑战和惊喜的旅程 和我一起经历这些的就是他 江塞重机,苍蝇500 这一年里,我骑行穿越了三川湖泊 走过了乡村小道,也经历了风雨的洗礼 更收获了无数珍贵的回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我骑上摩托车 带着对未知的期待和兴奋 出发了 出发的第一天,我们跑了大概100公里 当时天快黑了,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宿地方 所以我们就在马路边的一个空地上 露营搭了一个帐篷 妹妹负责捡柴火烧火 我负责搭帐篷做饭 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收拾好行李第二天出发 沿着107国道骑行 我欣赏着沿途的美景 感受着自由的气息 到了武汉就不用担心没地方住了 因为那里我有老朋友 云木秋也在武汉品尝了正宗的武汉热干面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我们信仰的热干面 武汉的淡酒非常好喝 在武汉看望了我的老友 而且路上还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魔友 魔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我也遇到过很多挑战 在穿越山区时 堵峭的山路和复杂的路况 也让我倍感压力 在长途骑行中 疲劳和孤独也时常困扰着我 但是我从未想过放弃 每次挑战都是一次成功的机会 让我学会了如何应对困难 如何保持坚强的意志 这一年里我领略了诸国大好河山 看到了许多探为观止的美景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云南 西藏 新疆 青海 甘肃 陕西 老挝 博旅不仅让我欣赏到了美景 还让我收获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我学会了独立和自信 能够独自面对旅途中的各种困难 我结交了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 他们的故事和经历让我开阔的眼界 我也更加了解了自己 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在这魔旅的一年中 我要感谢很多人 感谢我的家人 感谢我的朋友 感谢你们的支持 让我勇往直前追求自己的梦想 感谢那些在路上帮助过我的陌生人 他们的善良和热情 让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感谢我的摩托车 他陪伴我走过了每一段旅程 是我最忠实的伙伴 朋友们 你们还记得2019年的那个夏天吗 我骑着摩托车 独自一人去新疆 多少年了 2019年出发的 2020年 21年 22年 23年 24年 六个年头了 这六个年头 我走遍了祖国大大小小的地方 最东边我去过黑虾子岛 最南边我去过海兰岛 最西边我去过312国道的终点 霍尔果斯口岸 最北边我去过北极村 接下来的这五年呢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我要带大家看不同的风景 我要从河南信仰出发 去俄罗斯 去压欧大陆 去到欧洲 去北极 去冰岛 去非洲 去肯尼亚大草原 看动物大迁行 怎么样兄弟们 今天呢 让我爸把这辆摩托车上面 后家的一些设备 及装备全部给拆掉 下午的话 这辆车就直接物流拖运走了 希望他能带着他的下任主人 能够继续驰骋沙场 里面洛斯电调了 这都是在老窝店里 老窝的路太烂了 这个行车记录也是 它一直弹电 哪怕你把钥匙拔了 它也不会断电 有人动你的摩托车 这个灯它就会亮 然后开始通电 开始拍摄 走了 拜拜 拜拜 Mizra 哦 你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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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